大家好,我是小木头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视频频道 2024年2月21日深夜 谷歌发布了最新的开源模型GEMMA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款模型 谷歌发布的这款模型GEMMA实际上是一个系列 它是目前轻量级最先进的开源模型 使用了与创建GEMMA模型相同的技术 这款模型是由谷歌的Deepmind和其他团队共同开发 在这次发布中除了模型权重 还发布了工具包来支持开发人员的创新促进合作 接下来简单的介绍一下GEMMA的一些技术细节 从尺寸来讲 目前发布的GEMMA有两个尺寸 2B和7B 每种尺寸都带了经过预训练 也就是pre-trained和经过指令调制的变体 也就是instruction tuned 这个一会我们在开构上的模型卡片上会看到这些信息 GEMMA提供了针对所有主流框架的推理和监管微调的工具链 可以通过Keras3这个版本支持JUX, PyTorch和TensorFlow GEMMA模型目前支持多种不同的AI硬件平台 可以在开发者的笔记本电脑工作站 甚至谷歌的云端运行 还可以轻松的部署到Virlex AI或者谷歌的云端 它还针对多种硬件平台做了优化 确保了领先的性能 特别针对了NVIDIA GPU和谷歌云端的TPU 这个我们在一会的代码层面的分享中也会看到 在Collapse运行中我们需要将运行时设置为TPU GEMMA模型是与GEMMA共享技术和基础设施组件 这使得2B和7B的尺寸的模型相较于其他相当规格的开源模型 具有了业内非常领先的性能 甚至在关键的基准测试中超过了规模更大的模型 在这里有一份截图 我们可以通过这份截图看到GEMMA 从多种指标上相较为LAMA2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而且GEMMA模型能够直接在开发者笔记本电脑或台式电脑上运行 这对于开发者来讲也是非常友好的 开发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数据来微调GEMMA模型 来适应特定的应用需求 比如摘要或者是RAG 也就是检索增强生成 GEMMA支持各种工具和系统 刚才我们介绍了多框架的工具 比如Keras 3.0 原生的Pytorch Jacks和Hogginfish Transformers 那样的推理和微调 还具有跨设备的兼容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针对谷歌云端做了特别的优化 Vertix AI提供了广泛的ML Ops工具集 具有一系列的调整选项 并且使用内置的推理优化来实现一键的部署 这就是我们今天对GEMMA模型做的一番简单介绍 那怎么使用它呢 在这里也对它做了一些快速入门的手册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手册来了解基本的情况 我们现在呢就先来到开发者文档这里 了解该如何配置GEMMA 如何开始使用它 接下来呢在Collab的运行环境中来体验 究竟什么样的计算资源 什么样的代码能够帮助我们完成 与GEMMA模型的交互 首先来看看设置 要做设置呢 我们首先要获取GEMMA模型的访问权限 这个访问权限可以来到cago.com 也就是现在我所分享的这个网站上去申请权限 我会将今天引用到的文档的链接 网页的链接呢 包括视力代码链接 都放在视频描述中 需要的同学呢可以在描述中取用 现在我所分享cago这个页面呢 就是GEMMA模型的卡片页 在这里可以看到 我已经获得了它的访问权限 在初次访问的时候呢 在这右侧会有一个request access按钮 大家点击提交申请就好 根据我的测试 这里呢获得访问权限还是非常快的 基本上是瞬间就能够得到 在model variation这里呢 有个下拉框 下拉框中列出了四个选项 分别对应了不同尺寸和不同训练类型 带来的一个组合 2B 7B两种不同尺寸 那么还包含了预训练的pre-trained 以及instruction tuned 因此呢在这里会有四个选项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做选择 从名称的后缀可以看到en 目前呢我想它的支持呢 在语言上更多的是对英文的支持 或许未来呢会有多语言的支持 这个呢咱们也可以继续保持关注 看看后续在这个开源模型系列的发展上 会有什么新的模型推出 那现在我们回到GEMMA的入门手册这里 当我们获得了GEMMA方案权限 接下来就可以在collab上面做一些尝试 在collab上要做这些尝试工作呢 需要一定的计算资源 在这里呢是建议我们使用t4GPU 这个呢一会儿我们会在collab当中分享 因此大家如果能够具有等量的计算资源 也可以在自己的运行环境中去尝试 最后是配置自己的API key 这个API key呢是cago API key 我们一会儿也会分享是如何获取API key 以及如何将其配置到collab 那现在呢我们赶紧就来到cago 获取自己的API key 那现在呢我就来到了个人账号设置部分 这个页面大家可以通过点击右上角 个人头像通过点击settings来到 在这里会有一个API这个部分 在这里点击create new token 就会生成自己新的API key 我们点击一下 会看到这里就会生成一个叫cago.json的文件 并且下载 那么我已经下载过了 内容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回到文档这里 在文档这里会给到我们一个示例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cago.json 这里面包含了用户名和一个key 这两个值就是我们可以在collab当中使用的 现在呢我们就假设大家已经下载好了 cago.json这个文件 我们来到collab看看如何通过python代码 来实现与模型的交互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这份python notebook 我会将这个collab链接呢放在视频描述中 首先对jam做了一番简要介绍 别做了总结 包括了jam在cago上的链接都已经列了出来 有兴趣同学呢可以参考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secrets如何配置 在左侧这个钥匙这个按钮上点击会来到这个secrets的配置部分 通常大家如果想要将一些密钥相对比较安全的存储在collab环境当中呢就可以用secrets 刚才我们介绍了cago的username和key 当我们下载了cago.json 我们可以将其中的用户名和这个密钥存储在这个secrets当中 当我们在某一份python notebook当中想要使用它的时候呢 可以将这个notebook access勾选中 这样呢就可以启用这两个密钥 当然了不启用的时候 当代码运行到需要访问到这些密钥的时候呢 也会提示我们启用 要如何使用 这里呢有一份示例代码 引入google colab user data 通过user data就可以来获取到这个密钥 也非常的方便 首先介绍一下运行环境 在运行时的类型上 run time type这里呢需要指定t4gpu 这也是在文档中刚才介绍的 如果我们点击这里呢 可以看到这个资源的使用情况 会使用到一定的gpu资源 13.8g目前使用 这是运行时环境的类型设置 首先安装两个依赖包 Keras MPL和Keras 要注意的是刚才我们介绍了 需要确保Keras的版本是3 在下面代码这里呢 我们也对它做了验证 需要确保Keras版本 我们用的是3.0.5 接下来就是刚才介绍的 需要将在Colab密钥secrets里面配置的 Kago username Kago key设置为环境变量 这样呢就会默认的被使用 另一种方式我在这里写的呢 是通过Kago.json文件的生成 来保证运行时具有这个密钥 当然这个函数执行 大家不一定需要 只需要设置环境变量就行 那在这里呢 完成了基本的配置 简单的验证一下Keras版本 会看到这里呢 我们用的是3.0.5 接下来就可以通过Keras MPL 这个包来导入 或者引入模型 我们在这个演示中用的是 Jama Instruct2B 2B尺寸的模型 相对较小一些资源的使用上呢 根据我测试当然是要小一些的 当我们要完成文本补权 就通过Generate函数来实现 传递一段文字 它会帮助我们补权 我给到的文字Keras is 后面设置最大的长度30 在回复中可以看到 模型给到了我们补权 完整的一句话 Keras is a deep learning library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文本的补权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批量的操作 在Generate函数当中 也是可以给到它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当中是一系列的文本 在这里我让它帮助我补权的分别是 Keras is a 以及The sky is blue 可以看到它的回复分别对这两段文字做了补权 这就是批量的操作 Batch prompts 看第二段 The sky is blue because of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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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点是不同的采样 Sampler 默认情况下使用的是Greedy 这种采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策略 比如在这里通过将其设置为TopK 大家有兴趣可以到Keras这里来搜索Sampler 来了解更多技术细节 在这里也给到了我们Keras提供的一系列Sampler的实现 包括了Beam Greedy 这是刚才我们介绍默认的Sampler 还有TopK TopP 这是在采样上面我们可以做的选择 在这里代码上我们将其设置为TopK 在这个执行上 我期望他帮我补权的是Premier League is the best league in Europe because我希望他帮我补权 为什么英超联赛是欧洲最好的联赛 可以看在这里运行其实还是会花一些时间的 并不是实时的 几乎实时的就能够给到我们回复 那么我们稍等一下 他给到了我们回答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文本补权 这就是今天分享的主要内容 首先我们介绍了什么是Google Gemma模型 这是一个模型系列 它有不同尺寸 有不同的训练类型 并且在Cargo的模型页面上 卡片页上给大家分享了Gemma模型的一些基本信息 最后在Collab上通过最简单的一段Python代码 实现了与Gemma模型的交互 实现了文本补权 当然在使用中需要用到Cargo的API Key 我们也演示了如何获取API Key 并在Collab环境中进行配置 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赶紧来体验一下 有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也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那后续我们会来分享更多关于Gemma的内容 在文档中还给到了我们很多更深入的知识 包括了如何使用Keras进行Gemma模型 基本的使用 基本的微调 以及分布式的微调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咱们内容感兴趣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频道 我们就下次视频分享再见 同学们 拜拜